我们对人,对人性,对人的精神产生了严重的疲劳,失去了儿童般的纯真的好奇心 而且拥挤很多时候它会带来喧闹 喧闹剥夺了我们的宁静,剥夺了我们的闲情 但是你要知道人只有在宁静的状态当中 他才可能以闲情去欣赏他人之美,去欣赏生活之美 所以我们比任何时候更加需要孤独 因为只有当你无需迫于无奈的跟人对话的时候 你才能够恢复跟自己的对话 只有当你不需要跟别人打交道的时候 你才会真正的跟自己打交道 但是人一旦跟自己对话的时候 人跟自己打交道的时候 人就是自我反思啊 自我反思是一切思想的源头 你要知道人 他是在跟自己的反思 在思考自己而不是思考他人的过程当中产生了智慧 人也是在自我批判 而不是批判他人的过程当中展示了你的勇气 所以自己何等重要 一个陪伴我一生的唯一的人 但是我们往往对他很有疏忽 那这就是一个孤独的重要性 接下来我们要讨论一下很多人对于孤独者往往产生的一些误解 我们其实讨论过很多误解 比如说快乐跟开心之间是有区别的 比如说浪漫并不是我们通常所认为的虚伪 浪漫不是我们通常所认为的乌托邦 浪漫是一种罕见的美丽和崇高甚至神圣的情感 而我们也要讨论一下孤独者 因为很多人认为孤独者应该是很无趣的 在这里要纠正一下 孤独者往往是极其有趣 极其丰富的人 因为他不是迫于无奈而陷入寂寞 这是他自我选择的一种自我消遣方式啊 孤独是人自我选择的一种自我消遣方式 你想一想 一个人能够保持孤独 一个人能够在孤独的状态当中始终自得其乐 这个人该是一个多大的矿脏 他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乐趣 在不断的提供给自己生活新鲜的资源 还有比这样的人更加有趣的吗 让你自己孤独的待上一天 你能保证自己的这一天都过得非常有情趣吗 孤独者是圆容状态 孤独者不是缺失状态 我认识一个老者 这个老者是一个音乐家 国家一级歌唱家 然后上海最早的时候 第一次出现cassette 就是那个专辑录音磁带的时候 就是他唱的歌 然后他的一天我就觉得相当的孤独 但是相当的充实 早晨起来非常早 然后带着鸟笼就跑到复兴公园里面 去打太极拳去了 然后打太极拳 他已经打了五十年了 打了五十年了 阳世太极拳 然后打完太极拳之后呢 他就慢慢的溜着他的鸟到这个衣服舞台去听金剧 那是很久以前啊 听金剧 然后他的太太呢 就拎着菜篮子到菜场里面去逛几拳 然后跟周围的邻居们互相聊聊天 然后等到周五金剧听完了 他摇头晃脑的回到家里 然后跟太太一起吃午饭 吃完午饭之后 他稍微瞇他一会儿 瞇一会儿之后怎么办呢 他起来之后戴上巴拿马草帽穿上背带裤七十多岁了啊 然后戴上两个塑胶 那个就是手套 干嘛 培养他的花花草草 那个大便在别人看来是很臭很脏的东西 他视之如宝啊 然后就看着大便源源不断的输入到他的花草 花草之中 这很欣喜之情啊 然后弄完之后洗一把 洗一把之后 他的太太就开始端出了很多点心 然后两个人一边吃点心 不一定都说话的 因为老夫老妻相处时间长了 就像空气一样啊 然后很多时候不一定说话 但是他可能在欣赏他的花花草草 琢磨着怎么样把他养得更美好 然后他的太太呢 在安静的给他纳布鞋 纳布鞋 有的时候是做一些针线活 然后到了下午之后 然后差不多的时间 两个人出去散一圈 散一圈回来吃晚饭 吃完晚饭之后一起聊一会儿天 看一会儿电视 吃完夜宵之后睡觉 你就觉得这一切都很孤独啊 但是这一切都很美好 都很美好 然后我有一个复旦的同学 他也是个孤独者 我就挺有趣的 因为他本身并不富裕 但并不富裕 很多学生并不富裕嘛 然后他告诉我 他的一种孤独的自处的 自得其乐的方式是什么呢 就是出了复旦门之后 跳上任何一辆公交车 坐到底再坐回来 然后干什么呢 他就他手里拿着一个小本本啊 然后沿路的时候一直在找 哦原来这里有一个卖 那个就是螺丝冰的小店 哦原来这里是可以修车的 哦原来这里是专门卖地毯的 哦原来那里是专门卖 那个就是纽扣的 然后就寄了很多很多 他跟我说 啊杨普须大多数的车 他都已经坐过了 啊然后他有的时候 还寄个站什么的 所以有的时候在BBS上面 有人问这个traffic的时候 他以前 他已经毕业了啊 以前他在这的时候 有人在问traffic的时候 他总是会立刻就冒出来 因为他是经验之谈嘛 啊所以很多时候 他不是上海人 但他比我了解的还要多 这也是一种自我消遣的方式 所以孤独者不是 轮于寂寞 他是自我选择的 这种消遣方式 自得其乐 同时 一个甘于孤独的人 一个真正的孤独者 他一定非常热爱思想 因为你能够让一个人 始终充满情绪 始终保持创意 他的源头只有一个 唯一的一个 那就是思想 人是因为有了思想 才成为人的 所以孤独者的快乐 是思想者的快乐 因为思想的宽广 所以他的快乐 十分的持久